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搞甚麼? 不用那麼熱啊? 妝容了,頭也亂了 今天早上特地去設頭 浪費了心機 快回家來冷氣算了 快點 你去找賭吧 你去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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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老公 怎麼了?老婆, 又想念我嗎 不是, 我的錢包不見了 你先不要緊張, 你找清楚了嗎 我找過了, 沒了, 不知道怎麼辦 那你今早去過甚麼地方 今早我吃了早餐 然後去做頭髮, 之後沒有了 那你現在在哪兒? 在樓下 那你的生紙包呢, 有多少錢的? 幾十元左右 幾十五元? 這樣吧, 你回到你今早去過的地方找找 或者沿路也可以找找的 你找不到再叫我吧, 我很忙的 好了…就這樣吧 呂人 我覺得馬上教育 通常都可以嗨 但是是無論如何 要看到我們是非常舒服 所以, 我想要找你 我們該看誰 那你先發聲 不然你自己可以 聽到我像一輪 這我就不知道 我真的去找你 不在髮型屋, 你在哪兒 又到三點三, 下午茶時間 老闆不在 老公 老婆, 銀包找到了 找不回 我剛才沿路一直找過 都真的沒有 沒有 我現在回家樓下 不知道怎麼辦 怎麼辦? 報警吧 報警? 其實我剛才也是這樣想的 你們陪我吧 什麼?陪你? 你… 現在三點多 你平時的時間 都是經常出去吃下午茶 我沒說錯你 好吧, 我陪你報警 那我在家樓下警署門口等你 家樓下警署? 不是 以我所知 你在哪兒不見事 就在那區警署報案才行 真的嗎? 你不是老公也不相信吧 我相信 那不就是我又要去多次游麻地? 我今天走來走去了很多次了 那也要的 那我去到地警署門口等你 你多久 你也要給我一點時間 半個小時, 好嗎? 半個小時? 好吧…你快點 那條街很熱 行了…我盡量趕 好吧, 再見 再見 就這樣吧 你又到處 EuMsG 我沒有動物 我一直在騎池 超級型的 在 encontrar我 我看過她在騎乘 沒有人在騎乘 我一人在騎乘 我我我去騎乘 我看到這裡 我 經常應騎乘 我1000人在騎乘 什麼事呀 找人買一問 明明約了老婆在這門口等的 難道去了舊警署 可能在裡面等 老公 我在這裡 老婆 老婆 你怎麼蹲在這裡 不進去等 剛才不小心走錯了 去了舊警署 之後問了很多人 走了很久才過來 裡面很多人 沒位子坐又尷尬 坐在那裡有風吹 在那裡等你 原來你真的去了舊警署 別說那麼多了 和你進去報警 來… 很累 知道你累了 走了那麼多路 我都不知道 小心點 不要那麼大頭蝦 知道嗎 是… 來… 很多人 說了很多人 小心點 來 坐在那裡等 到了,3號 Madam 你坐 Madam 先生小姐你們好 我是女警17510 我姓梁 請問有甚麼可以幫到你們 Madam 我不見了錢包 你記不記得在哪裏不見的 在哪裏不見 我猜應該是在佐敦和油麻地那邊 因為剛才我在油麻地做頭髮的時候 我還有錢給 我隔了一會兒 不知道為甚麼 整個錢包就不見了 只剩下一個省紙包 我省紙包還有少少省銀 我便回到我家 我家住大圍 回到我家 我找到我老公 我老公便問 你會不會又留在油麻地那邊 我又回到油麻地 又到處找了一次 仍然沒有 我走得很累 就回到家那邊 我老公又說 你在哪一區不見了東西 就回到那一區的警署 在那裡報室 我便回到油麻地警署 小姐 其實報室不一定來到警署 網上都可以做到 那要怎樣做 其實香港警隊在2013年 就推出了電子報案室的功能 讓市民可以即時向警方 作出非緊急的報案又或者查詢 而市民只要去到香港警務署的網頁 又或者香港警隊流動應用程式 遞交網上的報案表格就可以了 Madam說這樣繁不繁複 其實只要你有智能電話 又或者電腦就可以了 蛤? 那我今天不是走到冤枉路嗎 讓我教下大家怎樣用這個電子報案室 你們只要打開香港警隊流動應用程式 又或者上香港警務署的網頁 按進去電子報案室的網上報案表格 再選你們想報案的事項 例如報室財物 進去版面之後 大家只要輸入事件的詳情 什麼時候不見和在哪裡不見 你們的個人資料 遺失財物的資料 然後按遞交就可以了 之後報案室的主管就會直接收到你們的報案 他就會隨即將所有資料輸入我們的報案系統 又或者轉交給相關的隊伍去跟進 除了報室財物之外 市民也可以透過電子報案室 舉報科技罪行 提供罪案的資料 投訴電話騷擾 車輛阻失 以及倫理噪音 不過我要在這裡提提大家 電子報案室 是為非緊急的報案又或者查詢而設的 市民在提交網上報案表格之後 是不會獲得即時的回覆的 如果大家需要緊急的求助 可以致電999 又或者聯絡就近的警署 我們之後會提供的財政策